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醉意朦胧 误入兄弟未婚妻房间 女子叹息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明朝 晋南地区 连绵不绝的太行山之中 有一座南华峰 在南华峰的旁边有一条山西流淌 到了山脚下 成了一条小河 正直中午 牧羊女宋小红赶着羊 在河边喝水 突然间看到河里有一个人 躺在河面上顺水漂流 你是在游泳吗 你应该去上游 这里都是牛羊喝水的地方 不是很前景 宋小红微微摇头 冲着那个人大喊 然而 那个人没有丝毫的反应 竟然随着河水继续向下 呃 不会是溺水了吧 宋小红自语着 虽然她不敢相信 真的会有人在这河水里溺水 但是 她还是赶紧下了河 向着那个人走了过去 一直走到河水中间 谁也踩到宋小红的腰部 她抓住那个人的后背衣领 就开始向河边走去 田家二公子 田正出 这怎么可能 啊 宋小红认识这个人 可是 正因为认识 才会不相信这个人溺水了 不过 现在自然不是考虑那么多的事情 先就醒再说吧 大家都住在河边 就溺水之人 基本上很多人都会 宋小红一番努力之下 田正出吐出一口水 悠悠醒来 田正出坐了起来 盯着宋小红 皱眉问道 你是谁 宋小红指了指那群正在喝水的羊 说道 方云镇的一个牧羊女 看见你溺水了 顺河漂流 给你就起来了 田正出揉了揉额头 苦恼道 最近怎么发生这么多怪事呢 奇怪 随即 他连忙向宋小红抱拳道 多谢你啦 若不是你救了我 大概我现在可能就真的没了 宋小红摇头道 无论换作谁 都是会救的 不过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田正出笑了笑道 你说 宋小红好奇道 我叫宋小红 你肯定是不知道我的 但是 我却是知道你的 都说你的水性很好 这条小河最深处 不过才到我腰而已 你为何会溺水呢 田正出苦笑道 我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吗 这段时间一直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昨天晚上 我明明在家里睡觉的 然后 我刚刚一睁眼 便看见你啦 至于为何落水 我更是丝毫不知啊 宋小红上下打量着田正出 指了指山顶 说道 那里有一个道观 里面住着一个道士 要不 你去问问 你到底怎么了 田正出沉默了 望了山上一眼 其实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了 他本来还想着 等有机会了 找个地方问问的 但是 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必须要去问问了 田正出起身 再谢道 今日多亏你啦 荣荡后报 宋小红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道 小事一件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田正出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 宋小红宁眉望着田正出的背影 若有所思 要知道 田正出曾何时 也是仙衣怒玛 何等开朗的少年啊 为何今日见到 看着那背影 显得有些悲伤和落寞呢 摇了摇头 宋小红没有再去想这些 她毕竟只是一个牧羊女 而那天正出可是镇子上 田才主家的二公子啊 这不是她能够操心的事情 羊喝了水 宋小红便继续沿着河边放羊去了 到了晚上 宋小红才回到家 父母准备好了饭菜 她匆匆吃了饭 便去沐浴了 虽然是一个牧羊女 可是宋小红样貌不差 平时穿着的粗布破衣 却也十分整洁 没有办法好好打扮 便让自己尽量整洁干净 或许 每一个女孩子内心深处对美 都是有追求和向往的吧 沐浴结束 宋小红便回了自己的房间 透过窗户 她看见父亲 还在外面辛苦忙碌 便喊了两声 父亲 有什么事情 等我明天再做吧 宋老头 哈哈一笑道 不辛苦 不辛苦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可不能让你累坏了 毕竟你以后都是要嫁人的 宋小红 哑了一声道 父亲 就算我嫁人了 也是你的女儿啊 到那时 你相当于多了半个儿子啊 宋老头 点头道 好好 知道我女儿孝顺了 我去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宋小红笑了笑道 好 说完 宋小红便躺在了床榻之上 累了一天 她也确实累了 刚刚沐浴过后 没有消除疲倦 反而觉得更困了 一阵阵的困意袭来 然而 就当她打开被子 准备睡觉时 敲门声却响起来了 丫头 开门 是宋老头的声音 宋小红将油灯点亮 起身将门打开 父亲宋老头和母亲陈氏都站在门外 一脸担心地看着宋小红 两个人手中更是各自拿着一把斧子 约过宋小红 走了进来 四处张望 随后 母亲陈氏又在宋小红的屋子里点了一盏油灯 宋小红看着两个人的阵势 眼睛中满是不解的目光 好奇道 父亲 母亲 你们这是怎么了 母亲陈氏叹气道 这油灯就不要吹灭了 就这样亮着吧 今晚 娘和你一起睡 这下 宋小红更是不解了 问道 父亲 母亲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宋老头一脸担忧 母亲陈氏则是叹息了一声道 默氏 默氏 放心哈 宋小红皱眉 焦急地道 母亲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了 有什么事情 你们直接说吧 我从六七岁就开始和你们分房睡了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母亲陈氏看向了宋老头 投来询问的目光 宋老头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道 还是跟你说了吧 若是不跟你说 估计你会一直睡不着的 这么说吧 刚才 你在和谁说话 宋小红道 自然是跟你说话呀 父亲 你这魔快就忘记了 宋老头苦笑道 可是 我和你母亲两个人 只听见你一个人在说话 你还在沐浴室 我们两个便已经休息了 可是 你刚才却突然说 让我不要忙碌了 让我去早点休息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宋小红大金指着窗外道 可是 我刚才明明看见 您在窗外的院子里忙碌啊 母亲陈氏道 这件事情处处透着蹊跃 所以 我才说今晚陪着你的 不过 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或许只是凑巧了 宋老头皱眉道 你今天白天去放羊时 都去了哪里 有没有去那几个地方 就是平时我不让你一个人 去的那几处地方 宋小红摇了摇头 不过 她猛然间想起了田正初 整个白天 除了遇见田正初之外 除了救了田正初之外 似乎没有遇见过其他任何的事情 对比田正初的话 宋小红有一种猜测 或许 自己出现这重状况 和田正初莫名地出现在 河里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陈氏挥了挥手道 老头子 你去休息吧 我们两个也休息了 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或许只是碰巧罢了 两盏油灯亮着 母女两个见 见进了梦乡 第三遍鸡教室 宋小红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像往常一样起床 先是去茅厕 然后准备洗漱 接着做饭 这样的生活 她已经坚持了两三年 父母年纪渐渐大了 她不想父母太过劳累了 有时 她还会给隔壁的丁奶奶挑水 丁奶奶只剩下一个人了 可是 当送小红去茅厕时 当她走进去之后 那个木门 无论她用多大的力气 都关不上 可是 她从茅厕里出来之后 又可以很轻松地将那木门给关上了 整件事情都显得极为奇怪 这让宋小红想起了昨晚窗外父亲的身影和身影 不过 宋小红并没有声张 而是直接去了厨房 将灶子点着 开始烧火 在她看来 只要有了火 所有的东西都该退去了 若是等到了天亮 一切自然也该散去了 也不知道是灶子里火的原因 还是后来终于天亮的原因 总之 似乎一切都过去了 早上发生的事情 宋小红并没有跟父母说 安静地吃了早饭 宋小红辞别了父母 今天让自己的父亲去牧羊 她则是拿着斧头和绳子上了山 来到山脚之下 一个人默默登山 她想要去那一座道观之内 找寻了一个据说居住了很久的年轻道士 看看她能否帮忙 然而 刚走了一刻多钟 她却发现了一个相当熟悉的身影 那个人竟然是田正初 宋小红热情地打招呼道 田二公子 你也是去找那个道士吗 我们要不要一起走 田正初似乎没有听到宋小红的话 而是继续向前走 没有回头 甚至都没有一点停顿 对此 宋小红倒也是不介意 他们同住在一个镇子上 大家都知道 田家两位公子 一位沉静 一位跳脱 这天二公子就是跳脱的那一位 虽然他们兄弟两个性格不一样 可是都比较平易近人 丝毫没有架子 田正初今天这个样子 或许和他口中这段时间的经历有关系 不过宋小红很快就不这样想了 他立刻飞奔了过去 一边奔跑 一边将绳子的一段打了接 距离田正初 还有一段距离时 直接以套马的动作 将绳子扔了出去 正好套中了田正初 然后 猛然向后一拉 将绳子的另一端 系在了旁边的一株大树上 随后 宋小红赶往走了过去 大声喊道 田二公子 你快醒醒 随后 宋小红拿起斧子 抓住田正初的手 直接将田正初的食指尖划破了 受到疼痛的刺激 田正初总算醒来了 在田正初醒来的那一刻 宋小红一个跳跃 便到了田正初的身后 拽着绳子 迅速向哪个大树边靠拢 一步之遥 是的 宋小红和田正初两个人 刚刚所站立的地方 在悬崖之上 距离悬崖的边缘 只有一步之遥 若是再向前两三步 便会坠落悬崖 宋小红恐高 站在悬崖边就会掩韵 就会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 可是 他最终还是救下了田正初 田正初彻底清醒 扫了一眼悬崖 慢慢转身 回到了宋小红的身边 尝出了一口气道 谢谢你 救了我第二次 宋小红看上去 却十分虚弱 满头大汗 苦笑道 吓死我了 我恐高啊 田正初 田正初他那口气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像昨日我在河里 今日 竟然在这悬崖边缘 可是 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我明明就在家里睡得好好的 宋小红扫了一眼田正初的衣服和鞋子 直了直到 你应该是自己爬到这里来的 袍子和鞋子都很脏 还有刚刚破损的痕迹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还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田正初苦恼地道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昨天回家之后 问了家里的仆人 他们说看见我 自己走出去的 还不让他们跟着 他看了一眼宋小红手中掉落的斧子和绳子 好奇道 你今天是上山砍柴吗 你若还是像昨天一样牧羊 今日 我或许就真的走下去这悬崖了 宋小红摇头道 或许是因为昨天救了你的缘故 所以 我也碰到了一些事情 因此 我要前去那个道观 找那个年轻的道士 据说 他还是很有能力的 随后 宋小红便将自己昨晚和今早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他说完 田正初也不再犹豫了 决定跟着宋小红一起去 前往那个道观看一眼 看看那个年轻的道士 是否能够帮他们解惑 望山跑司马 等他们爬到山顶时 便已经看到了那一座道观 可是 等他们真正到达那一座峰顶 走到道观之前时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宋小红和田正初 在道观转悠了一圈 没有见到有人生活的痕迹 似乎 那道观很久都没有人居住了 他们只好走出道观 绕着道观转了一圈 在道观后面的鼓松下 见到了一个盘膝而坐的年轻人 年轻公子 缓缓睁开眼睛 微笑道 频道见过两位 宋小红盯着年轻公子 那一身书生打扮 好奇道 你确定你是一个道士 我看你 文质彬彬 像极了一个书生啊 年轻公子 年轻公子点了点头道 做到事前 在下确实是一个书生 这一身打扮 穿习惯了 便懒得换了 宋小红轻笑道 你这道士 倒是有趣 年轻公子 耸肩道 不过是一件外在的衣服而已 穿神魔 在我看来 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不知道 二位前来 所谓何事 田正初先是报了报权 将礼书作足 然后 才将自己最近浑浑噩噩的遭遇 说了一遍 随后 宋小红又将昨天救了田正初之后 便遇献的那两件事 一并告诉了年轻道士 年轻公子叹息道 慈母偏心 或起萧强啊 田正初微微皱眉 沉声问道 请问道长 您这句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年轻公子笑了笑道 还需要我点名吗 你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只是 你自己不敢相信罢了 在你眼中 你大哥田远山带你是极好的 而你的母亲 也从不偏心 对吗 田正初迟疑道 这年轻公子 摇了摇头道 这件事情 我可以帮你 可是 又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只能告诉你 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 这一切 都还要你自己去解决 看在你往日形式上 我给你一道术法 可以抵御那狐妖 将一切都说清楚 田正初疑惑道 狐妖 年轻公子叹了口气道 下山去吧 莫要再问了 你们的家事 还是要你们自己解决 至于旁边这位小姑娘 是受到了你的连累 因为 她多管了闲事 不过 那狐妖也只是想吓唬一下的 仅此而已 没有想到 她竟然还敢救你第二次 心智之坚 心智之蠢 倒是少见 走吧 田正初和宋小红 还想要多问两句 年轻公子 却已经不现了 随着 那一座道观也消失了 等他们再看时 那一座道观 已经出现在 另外一座山峰之上 庞夫 他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一般 一直到了晚上 两个人才吓到了山下 两个人各自分开 田正初回到家之后 发现一切如常 大哥田远山 见到他之后 没有任何的诧异之色 一如既往的 像一个兄长一样 问他去做什么了 十分关心 整件事情 看起来和他大哥 没有任何的关系 田正初也没有表现出人 任何异常 吃过饭 洗漱过后 看了一会儿书 便直接去睡了 只是 这一次 田正初并没有真的睡着 一切都是装睡 到了半夜时分 田正初 侧耳倾听 很快 就听到了大哥田远山 和另外一个男子的对话 田远山 哎 你说 是不是我做得太过分了呢 我毕竟是我弟弟呀 我这样基子三番针对他 他还是活下来了 我在想 要不要 还是算了吧 男子说道 可是 他若存在 对你而言 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田远山观心地道 那对你呢 我听闻 妖物是不能随便对人出手的 否则会有伤天和 将来会不会对你的修炼产生问题 男子无所谓地道 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 当年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还能活到现在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田远山犹豫了片刻 说道 还是算了吧 这样数次了 他都活着 是该放弃了 他若死 我也很痛苦 毕竟 他是我弟弟 对我也不错 我们之间的兄弟感情 是真的 再者 这样基此出手 对你而言 绝不是什么好事 我听闻远处的山上 有一处道观 里面住着一个年轻的道士 颇有本领 万一让他发现了你 事情就更难收拾了 男子苦笑道 恩公 最后一次 你让我试试 最后一次 若是不行 我便放弃 田远山的脚步 渐行渐远 田正出紧紧地握着手掌 手心处正 是那位道长赠 送他的一道书法 不多时 门被打开 一个男子走了进来 脚步声渐进 来到田正出的身边 轻轻用手 指点了一下田正出的美心 说道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上去镇子西北处的那口古井里 跳下去看看那里的谁还有多少 说完这句话 田正出的脑袋一阵昏沉 直接头一歪 便昏睡了过去 若不是田正出 今日是装睡 往日还没有如此切身的感觉 过了不到一刻钟 田正出便悠悠醒来 他的手心一阵刺痛 他很明白 正是那道是送给他的一道书法 虽然没有使用 可是 却让他没有一直受到那妖狐的影响 田正出悄然起床 捏手捏脚 来到他大哥的房间 却发现他大哥房间里根本没有人 他微微皱眉 便想要去看看那妖狐究竟在哪里 可是 穿过一个小院后 他便发现了自己的大哥田远山 正在月光下 一个人孤独地喝酒 已经是喝得醉醺醺了 随后 田远山站了起来 拿着酒壶摇摇晃晃地走着 田正出就在后面悄悄地跟着 随着田远山越走越远 田正出的眉头越皱越深 终于 田远山在一个房间的门口停了下来 一头撞在了门上 田正出握紧了拳头 那正是他未婚妻的房间 随后 房间的门被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人 正是田正出的未婚妻薛曼义 薛曼义搀扶着田远山 称怪道 怎么又喝这磨多酒 我不是让你不要来这里了吗 万一被人看见了 不好的 田远山的声音 竟然带着哭声趴在了薛曼义的肩膀上 说道 我很想你 你明白吗 我也很痛苦 我好痛苦 随后 薛曼义将田远山扶了进去 田正出跟了过去 站在窗外 向里偷偷看去 两个人正相互依偎在一起 深情对望 田远山悲凉地道 正出是我的弟弟 那是我亲弟弟 我比他大几岁 从小就护着他 现在 我为了你 却要亲手除掉他 我真的很难受 薛曼义叹息道 我早说了 不让你这么做 你为何不听我的 偏偏要听那个狐妖的 你若是听我的 我们两个远走高飞 找一个默认识的地方生活 不也挺好吗 田远山哭泣道 我也后悔了 可是 开宫没有回头见了 这一切 都怪母亲 都怪他 若非他自己要干涉我们 如何会成这样子 他一直都偏爱正出 我这个做哥哥的 人人也就算了 可是 他明知道 我们两个有感情 还偏偏要将你嫁给正出 为石磨 凭什么 田正出在外面听着 开始时 心中还是怒火中烧 可是 到了后来 心中已经是五味杂陈 似乎 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薛曼义不是自己的未婚妻吗 为何 薛曼义和大哥田远山 竟然有感情呢 想不通 田正出不愿再想 直接敲门道 大哥 开门 房间里面的两个人顿时惊慌起来 可是 没有办法 为了避免引来其他人 只好还是将门打开了 无论是田远山 还是薛曼义都不敢去看田正出 这时 一个年轻男子也出现在了门口 一掌打向田正出的后背 田正出侧步躲过 举起左手 左手是一道印记 向着那年轻男人拍了过去 沉生道 狐妖 你最好别动手 我也只是想将士请问个明白而已 否则 你仔细看看我手中的印记 你应该懂得 年轻男子 看向田远山 田远山点了点头道 帮帮忙 先给我解酒 年轻男子 走到田远山身边 伸手覆盖 轻轻一收 一团酒物 便被他随手打飞出去 田远山也恢复了清醒 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抬手拉住了薛曼义 盯着田正出 然后给田正出讲起了 自己为何要如此做 田远山比田正出大六岁 田正出刚刚出生不久 父亲便去世了 从此之后 便是他们的母亲高氏 带着他们两个人生活 田正出甚至都没有见过 父亲长什么样 由于田远山比田正出年纪较长 所以在母亲高氏忙碌时 都是由田远山带着田正出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田远山发现了一件事情 母亲高氏过于宠爱田正出了 一切最好的都是给田正出 田正出小时候不懂事 若是遇到了磕磕绊绊 田远山都会被母亲一顿数落 甚至是会打一毒 田远山一直都是兄长 他确实很疼爱田正出 对于这些他都藏在了心底 没有表现出来 可是人都是有感情的 有情绪的 随着日积月累 随着时间的发展 田远山压制的厉害 本来他可以一直忍受下去的 可是母亲高氏点燃了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这样说 他们家的一半家业 都是田远山在外闯荡转下的 而在外闯荡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朋友 狐妖便是他救下的 而薛曼义也曾被田远山救过 田远山看薛曼义家李贫苦 便经常接济 久而久之 两个人便产生了感情 薛曼义在镇子上的名声很好 家庭虽然没落 可也是书相使家 知书达理 十分贤惠 于是母亲高氏便看上了薛曼义 想让薛曼义给自己做儿媳 随后他便安排人去下聘 定下了这门婚事 薛曼义开始是一位田远山要娶她 不曾想竟然是田正初 田远山知道这件事情后 还专门去求过母亲高氏 可惜母亲高氏并不同意 就是觉得薛曼义是最好的 一定要嫁给自己宠爱的田正初 听完这些 田正初终于明白那年轻到时 不愿插手他们的家事了 自己大哥田远山这些年 似乎从未对不起过别人 向来都是担心好事 莫问前程啊 田正初抱着大哥田远山痛哭起来 往日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母亲的偏心竟然让自小相互扶持的兄弟二人反目成仇 最后田正初 田正初直接去找了母亲高氏 说明要退婚 自己并不想要娶薛曼义 至于田远山几次想要除掉他 他没有说出来 那可是夺妻之恨啊 他大哥有那般想法 也属实正常 不过终究是没有铸成大错 再后来田正初则是每次在母亲高氏面前 维护自己的胸肠田远山 田正初娶了牧羊女宋小红 一家人生活的倒是十分美满 可见 偏心是要不得的 因为人都是有情绪的 人都是有感情的 若是感受到了父母的偏心 就算是再能忍的人 再好的人 也会渐渐产生心理阴影的呀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状元街头算命 算命先生指着六十岁老夫说 他是你妻子 明朝末年 平沙镇上有个亡元外 这个亡元外可是个痴情重 对娇美的妻子一心一意 可惜妻子扶薄 生孩子时大出血 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王元外一个铁骨铮铮的大男人 硬是哭成了泪人 一度颓废不已 身体迅速消瘦下来 奶妈看到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 成了这个样子 心痛极了 她将出生一个多月的婴儿轻轻 放到亡元外的床上 双目呆滞的她 在听到婴儿的哭声时 才回过身来 这是妻子留下的骨血 一股柔情涌上尽头 眼泪又一次落下来 她知道自己不能在这磨下去 她还有儿子要养 看着白白胖胖的儿子 给她起名王玉生 只因妻子名叫刘玉兰 算命先不挂振作起来的王元外 对独子宠爱有加 儿子一天天长大 长得越来越像王妻 他常常会望着儿子 半天不说一句话 王玉生自有聪明伶俐 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这对于王元外来说 也是意外之喜 早早地叫夫子来家 以给儿子启蒙 仅仅只用了一年 他就将夫子教的东西尽数学会 让夫子都惊叹不已 跟王元外见 已经早将王玉生 送到镇上的学堂里学习 王元外听了喜出望外 不差钱的他 直接备好笔墨 指引将儿子送到学堂 王玉生学习上一直在线 很小的时候 就成了童生 紧接着又将秀才举人收入囊中 是当地具有传奇性的人物 不管谁提起王玉生都会赞一声 这也太优秀了 这一天 王玉生和童窗赵英结出了学堂 在街上闲逛 看见前面围了一圈人 热闹非凡 这俩也是爱凑热闹的主 忙将身子向前挤了挤 看干什么的 挤进去一看 原来是一个算命先生 一副先锋道骨的样子 正在给人算命 王玉生心里一动 常听人说有的算命先还挺灵的 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于是静静地看着算命先生给其他人算命 还别说 几个算过的都说着算命先说得准 说命好的还给了赏金 不好的爱声叹气 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侧脸看了看赵英结 赵兄 你要不要算上一挂 还是算了吧 王兄想算的话 我等你 摸摸口袋里那仅剩的一点银子 他婉拒了王玉生的提议 他看着赵英结淡淡地笑了笑 等着最后一个男子算完 他就坐在摊位前 先生 给我算一挂 看我能考上功名吗 顺便再帮我算一下我的姻缘 算得准少爷 我给你一定银子 算得不好 可不给钱啊 算命先仔细 看了他一会儿说 考功名对于你来说不是事 只要你去考 状元肯定是你 王玉生一听大喜 还没等他高兴完 算命先又接着说 至于你的姻缘吗 看看那边 那个老夫就是 王玉生朝着算命先生 止住的女子一看 差点气笑了 那个老夫人当他奶奶 都绰绰有余 这不是拿自己开算吗 你这算的什么呀 我能考上状元会 许一个老夫为妻 一点都不准 旁边的人也都纷纷附和 准不准自有时间验证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王玉生听完算命先的话 更是生气 银子也没给 拉着赵英杰就走 那算命先也没多说是吗 只是望着他走的方向摇摇头 成就好事 你跟他生什么气 你不是早就有喜欢的人 怎么可能会娶一个老夫 赵英杰安慰他 王玉生想到 那犹如仙子下凡的李如意 俊脸一红 自己心里一直有人 考中后肯定要把他娶回家的 这李如意出身贫苦人家 有一次在街头被无赖纠缠 使他英雄救美 将李如意救出来 看着美若天仙的李如意 一颗心开始骚动起来 王玉生长的一表人才 对李如意又有救命之恩 这个单纯的姑娘 一下子就陷入爱情里 家里的父母也都知道这件事 对于女儿的选择乐见其成 毕竟这样的女婿哪里找 不管准不准 算命线的话 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和赵英杰分开后 直接去找了李如意 看着娇艳如花般的女孩 满脸崇拜地看着自己 心里才舒服一些 领着李如意前去逛街 好吃的 好喝的买了一堆 心里还是有些不得进 眼看着天色已晚 李如意也该回去了 蝶娘虽然知道自己跟玉生出来了 可也会担心 毕竟两人还没有成亲呢 可这会儿的王玉生病 不想让她回去 脑子里总是会想起 算命线说自己会娶一个老妇的事 看着美丽可人的女孩 心子一动 直接将她带回家 趁着情正浓 王玉生一把搂住了李如意 李如意白皙的小脸 像主书的瞎子 两人虽然一直忧惠 却连小手都莫拉过 这怎么突然就老伤了 羞怯的她 推着王玉生 如意 我可是非你莫取的 你放心 明天就去你们家提亲 把亲事先定来 等我科考过后就完婚 听到王玉生如此说 他放弃了反抗 两人成就了好事 可让他莫想到的是 他们的事 正好被夜归的王玉外知道了 舍不得训斥儿子 直接准备了八件礼 又带了不少金银珠宝 第二天就跟着儿子 一起去女方家里提亲 王玉生的心也放肚里了 自己这不是有了美娇娘 怎么可能会娶老妇 03高中状元 抛弃旧人 定下亲事后 与李如意一一戏别 跟着同窗赵英杰 一起上京赶考 王玉生的考试之路 要多顺畅就多顺畅 直接考中了第一名 皇上殿上亲次状元 并将他留在京城为官 赵英杰成了近视 风风光光回相当的县令 这对于他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家里只有母亲一人 寒心如苦将他养大 他终于能回报母亲了 在家等待的李如意 度日如年 算算日子 王玉生也该回来了 可怎么还不见人 于是鼓起勇气去找王玉外 可到了门口 他又不好意思了 毕竟自己还未真正过门 正愁出奸 李小姐 你怎么不敲门 抬头一看 是赵英杰 他心里一袭 忙向他身后看去 没有看到王玉生的身影 很是失望 玉生呢 他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 看着娇俏的李如意 赵英杰不仁隐瞒 道出真相 王玉生考上状元后 被朝里有权有势的大官看上 他为了前途 和那个大官的女儿成了亲 那女人是个度妇 不可能让他那妾的 听到这个消息 李如意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赵英杰忙掐人中 将人救醒 只听 哇 的一声 李如意痛哭 他不相信王玉生会 如此待他 他们可是定亲了呀 他怎么能抛弃自己 正哭着 王玉外正好从外面过来 听到儿子做的事 也很气愤 觉得对不住李如意 可既然已成事实 也无法改变什么 于是掏出了五百两银票 递给李如意 就算是补偿了 李如意一把将银票扔到地上 我不需要 说完也不看他们二人反应 直接哭着跑开了 赵英杰害怕他想不开 连忙追了上去 王玉外叹息一声进了家 李如意飞快向郊外的河边跑去 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里 此时的他万念俱灰 赵英杰看到后吓死了 赶紧将他救出来 你怎么这么傻 为了他值得吗 娶你为妻 为师母要救我 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说完痛哭起来 赵英杰轻轻将他拥入怀里 傻姑娘 你还年轻 怎么能想不开 如果你愿意 我愿娶你为妻 正哭得李如意一愣 脸一红 他轻轻推开赵英杰 我已非清白至深 怎么能配得上你 配上 配不上我说了算 如果你愿意 我就上门提亲 我们早早把婚事办了 原来赵英杰第一次见到李如意时 就对他动了心 那时他已与兄弟定亲 朋友妻不能洗 他这才将心里的念头掐断 王玉生放弃了 他就有了机会 于是赶紧趁机将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李如意此时也别无他法 看到温润俊朗的赵英杰 对待自己温声细语 想来应该会是一个好丈夫吧 于是点点头 答应了赵英杰 两人顺利结了婚 婚后赵英杰对李如意宠爱有加 李如意的脸上渐渐有了更多的笑容 王玉生还将他的父母接到自己的大宅子里 和自己的母亲作伴 一大家人幸福美满 且说京城的王玉生 许的妻子钱青云 想冒平平 跟李如意末法比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关键还善渡 他偷偷在外面养了小妾 怀了他的骨肉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被家里的母老虎知道了 这可了不得 钱青云直接带了府上的家丁 直接冲到小妾居住的地方 一碗红花灌下去 怀孕的小妾当场流产 就这还不完 直接将她揍得鼻青脸肿 回到家后 还对王玉生拳打脚踢 谩骂侮辱 什么话难听就说什么 王玉生受不了这种屈辱 失手推了钱青云一下 谁知道钱青云倒地时 不晓撞到桌角 当场没气了 这一下可闯了大祸 岳父对他恨之入骨 将他告到皇上跟前 以过尸杀人罪禁了大狱 判了个终身监禁之行 走出大牢下了大狱的王玉生 悔之晚矣 想不到自己一时贪心 竟然落到如此境地 在狱里待了一年多 忽然有一天 他被释放了 这才知道是心底登基 大赦天下 只要不是穷凶恶极之辈都能出狱 走出牢门 他伸了伸腰 自由的感觉真好啊 做官是别想了 一路乞讨回到家乡 看着家里的大门 眼泪止不住落下 也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 砰砰敲门 枝牙一声门开了 出来一名男子 哪里来的叫花子 敢骚扰我家老爷 走走走 边说边撵他走 王玉生一愣 来人他不认 还以为走错了 仔细看看 确实是自己家呀 忙问 这是我家 我是王玉外的儿子 管家停住脚步 王玉外被抄家了 不在这儿住了 这房我家老爷买下了 说完看也莫看的 扭头将门关上 王玉生一屁股坐在地上 为师摩家会被抄 爹现在在哪里 他赶紧向邻居打听 才知道是自己连累了父亲 那大官连家里也莫放过 父亲现在一个人 居住在一个破庙里 他受不了邻居怜悯的眼光 落荒而逃 找到那个破庙 看到以前那个鹦鹉的父亲 如今已是勾搂着身子 穿得破破烂烂 鼻子一酸 上前一把搂住他 父子俩抱头痛哭 哪怕是儿子 害得自己如此狼狈 也舍不得说儿子的不是 跟儿子商量 咱们家不能断了香火 为父还偷偷攒了一点银子 给你娶方妻子 我们连个家也没有 哪个女人愿意嫁给我 王玉生了无声趣地问父亲 王圆外一笑 别担心 父亲曾经救过一个老人 给他置办了一间小房子 他前些天刚刚去世 我们正好去纳住 王玉生跟着父亲走 来到房子跟前愣了 还真是小房子 不过想想也算好的 比在大牢里强多了 家破人王 父子俩安顿下来 王圆外就找媒婆给儿子说亲 可惜这王玉生 现在名声臭了 更何况还只有这磨一间小婆房 又有哪家的闺女愿意跟她 王圆外积的美法 最后找了当地的一个衙婆 塞了一点银子 让她帮忙买个女子 来给儿子当媳妇 这衙婆偷偷撇了撇嘴 那就把家里收拾一下吧 明天就把姑娘给你儿子送来 让他们成亲 父子俩赶忙 收拾起屋子 这牙婆没食言 第二天就把一个蒙着盖头的女人送来了 王玉生将她领进屋里 掀开盖头一看 脑子轰的一声 这人她认识 就是之前算命先跟她说的那个老妇 原来牙婆嫌弃王圆外给的钱少 这个老妇原是一乞丐 使她收留下来 帮她打扫家里卫生的 年龄越来越大 干活也不利落了 于是就跟她说给她找了护人家 让她嫁过去 这可把王圆外给气坏了 直接将老妇给送过去 到了跟前 才发现人去楼空 一打听才知道 这牙婆关了牙形 跟着儿子去外地享福了 不得已指的回家 老妇人也不走 亦步亦趋地跟着她 说自己已经嫁到他们家了 她也没地方可去 以后好好侍候他们父子俩 王圆外是个心善的 无奈之下 只得领老妇人回家 一到家就看到儿子王玉生 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已经烟气多时 原来王玉生受不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 活着也是痛苦 于是喝了老鼠要自杀了 王圆外扑 在儿子身上 嚎啕大哭 将儿子安葬在妻子旁边 将身上仅有的一点银子 连着一封信放在桌子上 也喝了老鼠要轻生了 那封信是留给老夫人的 这间屋子送给你 麻烦将我和儿子 媳妇葬在一起 老夫人看住信 一阵唏嘘 按她说的做了 让他们一家团聚 每逢过节 就会为他们烧上一些纸钱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时评见 再见